全球的夏季高温这几年不断的创新记录 2023年联合国更严正警告 全球暖化已经不足以形容地球发烧的程度 现在人类面对的是全球沸腾时代 这代表着各种天灾会越来越长发生 中研院甚至预测再热下去 到了2060年台湾可能就没有冬天 而侵袭台湾的台风也可能威力越来越强 狂风暴雨灾情将更为惨重 事实上多年来科学家还有一个担忧 那就是气候临界点的到来 一旦过了临界点 地球的气候可能会加速崩坏 冰山全面溶解 生物大量死亡 各种现今科学难以预测的事情 恐怕将接踵而至 初级风的飞量 徹底7 2011 20 2023年是惊悚的一年 各种极端灾害不断迎面而来 最关键的是 原先吸纳大量热能的海洋 开始抵挡不住 自2月开始破纪录升温 释放热能 因为这个海温 这个是长周期在变化 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 2月的海温破纪录 3月稍微第二名 那第三 4月5月6月7月都破纪录 所以海温整个热起来 地球挡不住 一定细细热 现在他们讲说 至少在未来5年之内 重新再打破全球平均温气温纪录 重新再热上去 这个机率非常为人高 南极冰川史无前例 降到最低面积 今年就是让人家觉得 惊悚了就是说 这个南极这个海平的融化疏力 这让很多客人就要不解 以为就是说因为 我们是从反省进到一个声音 可是往年从反省进到声音现象 也没这么严重 可是今年好像有点 这个不曉得什么原因 这种转变的讯息 好像被加强了很多 所以造成熔冰 比起还要厉害 台湾的中央大学北极探索队 最近三年前进北极圈的冷暗群岛进行研究 也亲眼见证到冰山快速消融的震撼场景 研究小站所在地点 自1936年以来 冰川退缩近达3.8公里 同样差不多的时间8月份去 今年要多走30公尺到50公尺 才可以到达这个有冰的地方 气候的这个暖化的效应 其实在我眼前是非常清楚 你没有亲身体验 真的没办法感受到 南北极是地球的冷冻库 能够调控地球温度 现在却像冰箱坏掉一样 不断溶解 加速气候崩坏 科学家担忧 千年来始终结冰的北极涌动土 如果也融化 可能会释放出古老病毒 这样的病毒 要是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传播 可能会爆发大流行 本来有一些这个病菌细菌 它保存在这个涌动土 温度很低 但是它暖化加速之后 它可能会释放出来 可能有一些古老的这种病毒病菌 可能又会再重复出现 或许大家可能把它想成 这可能是一个科幻电影 或是一个想象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其实科学家已经没有办法排除 未来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光景 未知的病毒可能梳醒 另一个更大的隐忧是 地球快速升温 气候有机会突破零界点 到过那个临界点之后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象到的 而且是科学家在理论上面 他所没有经历过的这些极端的事件 可能它会加速地崩坏这个过程 一旦过了临界点 许多不可逆的灾害 可能接踵而至 像是南北极完全溶解 亚马逊雨林变层草原 失去调节气候的功能 他们去南极的西南冰棚附近 去做一些冰河的监测 两年多年前也说 这个冰河的自动的融化 大概会消失 五年内就会启动 那一启动表示说 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 它会自我自走炮一样 它自我运作的越来 融化越来越快 就是用二性循环 极端气候加速 地球各种生物会跟着受灾 世界任何角落都难以幸免 联合国报告点名 最可能灭绝的动物 包括有企鹅、北极熊 孟加拉虎和无味熊 而整个海洋生态系 更是岌岌可危 海洋的暖化、海洋的酸化 造成整个海洋生态系的崩解 这是非常恐怖的 像在海洋当中 一些生物或者说带有贝壳 壳类的这些生物 它可能因为海洋的酸化 造成什么 它没有壳 它没有办法生存 地球发烧 加上圣鹰现象 2023年7月 地球掉入十万年以来 最热的夏天 热浪夺去数万人的生命 美国、加拿大、地中海 热火不断 连海岛夏威夷都发生 世纪大火、死伤惨重 整座贸易岛被烧成废墟 同时暴雨却也不断地发生 中国北京遭逢千年一遇的严重暴雨 疏散百万人 但专家预估 未来各种气候灾难 会更频繁发生 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 现在发觉说 十年之内就有千年一遇 发生两次 那你这个千年一遇 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种未来的可能发生的灾害 及早做准备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工程上 一些所谓安全系数 不能再用过去的记录 只要过去的记录多少我乘以二就OK 最好重新推进一下 地球沸腾连以往高纬度 不会有台风的国家 都可能要担心台风的威胁 像是北韩、俄罗斯近来都有灾情 其实你可以把全球暖化这个现象 看成是全球的热带 一直在往北移 因为都变得越来越热 全球的热带有什么特点 热带就是因为它空气温度高 所以海面蒸发也多 所以所含的水气量也多 所以整个高温高湿的空气会更往北移 气温上升、水蒸气增加 会带来更多的雨量 问题是暴雨可能下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虽然全球的水蒸气量可能增加 可是全球的消耗量是非常不平均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变成一个常态 就变成是有的地方洪水一天到晚都有 有的地方旱灾一天到晚都有 所以这种气候的震荡 会变得更具立一点 整个地球系统的暖化速度有可能是几万年才会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那这个几万年的循环 让我们在很快的时间把它压缩了 那你当然就是这几万年你能够看到的很多的一些特性 它可能会加速的呈现在你面前 而在极端气候下 台湾同样要面对多灾多难的未来 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特殊 位于最大的海洋太平洋 以及最大的板块欧亚大陆的交界 加上面积小 任何一边有一点变化 都会对台湾造成剧烈的影响 通常我们这样连海陆交界的地方就形成季风区 所谓季风它就会从所谓热带去带来大量的雨水 类似这样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台湾很容易出现比较剧烈的降雨 季风带下的台湾 台湾轻扰 稀松平常 不过在气候异常的加持下 台风却会更加凶险难测 2009年莫拉克风灾 48小时内在台湾南部降下2300多毫米的雨量 逼近世界极端值 造成惨重的灾情 而未来像莫拉克一样强的台风可能更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气候模式推估 未来如果继续暖化 未来登陆台湾的台风可能会减少 但是台风的强度会增大 而且台风产生的降雨 也会比以前大得多 所以像莫拉克台风 那个可能不算什么 以后未来发生的这种强降雨 可能要比那个严重得多 根据国家在害防救中心的模拟 如果地球持续变热 清洗台湾的台风会从平均每年四个降到剩下两个 甚至过门而不入 但如果再来一次莫拉克台风 雨量可能暴增百分之四十 意思说当时五天我们台湾下了三千毫米 在中南部地区下了三千毫米的雨量 如果是四十百分之四十的话 它会增加一千两百毫米 就是将近是四千两百毫米 它整个降雨量大概要将近三座的正位水库 才有办法去装这个雨量 暴雨成灾 水库无用 可能汪洋一片 而极端高温来袭 台北台中高雄跟花东纵谷 未来可能热到四十度 中研院甚至预估 台湾可能会热到没有冬天 夏天却长达七个月 过去几十年我们夏季已经增加了三十天 那冬季也减少了二三十天 那如果在一个排放很厉害的未来的话 可能到2060年台湾就没有冬季 就没有像1960到1990年的冬季 那我们夏季可能长达七个月 那就是很热然后冬季很短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为追求工业发展 经济繁荣出卖了气候 如今地球开始反扑 但是受创最深的却是碳排最少 最贫穷的人们 所以最坏的情境之下 全球海平面上升 大概会至少六十公分到一公尺 也就是原来现在都在这个海平面 可能离海平面不到一公尺左右的区域 在2100年的时候最坏情境之下 它可能都在海水面之下 像帛琳啊土挖炉啊 这些热带的岛屿 或者说一些知名的这个海岛 它可能都变成都在海面下 台湾的邦交国 位在南太平洋的土麻路 即将被淹没 外交部长不得不站在海里 呼求大国们重视严峻的气候问题 而联合国估计 到了2050年 全球会有三亿人口 每年都将处在洪水的威胁当中 要挽救濒临崩溃的气候 必须在21世纪末之前限制升温 经济发展与能源使用 也需要彻底转型 而唯一可能的解放 就是在2050年之前 世界温室气体的排放 要达到净零碳排 如果我们努力大量的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2050年达成净零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有机会 我们是有那种可能性 是可以不要超过那个临界点 对台湾来说 极端气候难以避免 如何因应灾害也成为关键 因为减碳是全球性的事情 它必须要全球达到某种程度的减碳效果 我们对这种前面讲的极端天气 才可能适度的降低 在我们没办法把握全球 是不是可以如期做好减碳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极端事件就会增加 我们的灾害可能发生平均增加 所以势必要做好调试 45亿年前地球诞生 缓慢地扇又起规律 而人类仅仅花了200年的时间 就将走向不可测的深渊 热浪、暴雨、旱灾 地球的警讯猛烈而致命 全球沸腾年代 人类面对的气候挑战 早已不容等待 人类的经济发展 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恣意破坏 让地球失去了自然节律 如今的极端气候 影响范围超越国界 伤害已经更胜战争 而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 会停留数十年之久 要挽救未来 当前各国不只需要攜手合作 还要长期抗战 而你我也都要肩负起一份责任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李珍珍 下周台湾演艺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